301楼梯造型实体 来那我们这边先画中间这个圆柱 那圆柱的直径是100 好所以点选草绘 Top面 草绘 点选圆 画一个直径100的圆 好确定 Ctrl D 然后呢高度是300 所以这边隐身 长度是300 打购 好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画阶梯 阶梯呢他这边 是10 直径这里是300 好总共是16阶 所以这边 我们点选草绘 选择right面 反向草绘 那这边我们先给中心线 好 然后呢 平面显 那个平面显示拿掉 点矩形 不要 不要画在这里 画在上面一点 好 然后这里呢 来 这条到中心线 到这边 各点一次之后 这边是300 这边是10 这边是0 好确定 好 好 然后这时候 我们看一下 Ctrl D 我们做旋转 好 那旋转的角度呢 因为是15阶 所以 360除以15 好 所以是 角度是 我们用24度 然后 我们是做反向过来 好 来 确定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做阵列 好这边选择轴 这一只轴 好 这边一样 15 好 那这里呢 是用360 除以16 就是22.5 好然后 上去这里呢 点一下 选这个原来标示0的这个位置 好 这边用300 除以15 好 是20 来 Ctrl D 好完了之后呢 这一个 坐标系在这里 S在这里 Y在这里 所以这边 坐标系 我们把平面显示打开 然后S 所以先点这里 再点这里 再点这个面 那Z轴要朝上 所以Y轴要做反向 确定 好 所以 第一题呢 告诉我们 立体的体积 好 所以选这个坐标系 好 体积是这里 好 然后呢 Z轴的坐标是这里 好 然后呢 第三个 A4改成B4 也就是16阶 改成20阶 那 这边要怎么做 好来 那这里呢 我们先关掉 点选这个 正列右键编辑定义 来这边 19阶 然后 然后这边用 360 除以2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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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然后这里呢 这边是300 除以19 除以19 好 然后 这边打购 好 好 那 这里呢 一样好 他要测的是体积 好 所以坐标系是这里 来 体积是这边 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 表面积是这里 好 Z轴 是这里 好 那以上这边 就是 301体的 部分 好了 好 9 00 12 3 3 schoo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